听不服输 我这个 写说的时候就不要 我想说就是 对于有久这场比赛 也属于他们应该是第一场吧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每个人的信心 可能说在 如果说第一场打好了 打得非常漂亮 那种对最后的一个比赛 训练那种信心 其实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那这边就是有我们的 白杀当任全国者 然后有久当任保卫者 我们来预测一下吧 这场的比分 我是觉得 我先说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对于有久 他们毕竟信任多 我觉得如果说TD当中 他们如果输了 很有可能 爆破直接就输掉了 因为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对于信任来说 TD这场地图 真的对心里的那种很重要 就心里的好像心里的防线 如果TD赢了就会 特别开心 一股作气的去直接打别的预夺 我们看一下这个键盘 哇 是这么放的 非常有特色 这非常有特色 我们这个现场的导播 给的视角也是非常到位 这是完全是一个90度 已经很就是一个直到 对对对对 哇这个放键盘的位置也是很少见 真的很少见 现在是怎么放键盘 其实咱们直接选手放键盘的方式 真的有很多种 你是属于哪种 我就是正正的呀 很正吗 对就是很正的 其实我跟他是不是相像啊 但是我也是斜着一点 但是那种角度很不太大 我懂就是有些选手比较喜欢按 WSAD的时候是稍微有点那个的感觉 对对对 顺着手来的 对这个都是看个人习惯的 但是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好那我们这边也是来看一下 他们双方的第一张比赛地图 我们的战胜已经开始 我们的白杀担任一个选户者 我们看看博也在中厅 一个 这个也是被没有打掉 只是一般开局呢 是我们的有90%6比4的一个领先 还好 人气还是那句话 只要比较少了 只要一上来就10分20分 其实前期都没有什么必要过于去在意这些比分 对因为也是前期很爽 就发生一个特大的一个几分差距 对但是就这一分钟 上一场来比战斗很明显慢了很多 E的双杀 我看看也是段梦跟骚骚的一个主到跟主二的一个配合 对不过讲道理这边 占据优势的一方是有9 不管是人数几分还是现在的一些地理位置都是占据了一个优势 对的但是也不要着急这也是刚开始吧 哇这边换了一个四杀 五个 这个真的很疼啊 这怎么打人很疼 刚刚窗口下来那个人应该是被拘了一枪脚 对我说不然这个太快了 我这边白杀又是一波反驻 哇这边冷冷 打了两个但是冷冷就是的ID 就是我们刚刚看选手名单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有冷冷的 对吧 对吧 看到涨下之后我们的哦是冷冷啊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冷冷的话也算是一名老选手了 是吧 在琴九打过很多剑 然后换二又是一波三杀 哇 来到了十个击杀 换二 我记得是一名打中方的选手 现在是来因为队伍的一个情况应该是转转转转转到主盗了 好这边白杀的一波刷屏 现在白杀呢也是把中天跟主盗牢牢的站住 对 我们看看现在由就是攻守护换了 现在由我们呢 对 由九呢作为一个反扑的一个状态 我感觉一个新队伍就怕这个 就怕反扑的时候特别容易乱 对 这个反扑这个真是一个 呃怎么说呢 是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看 就因为一波被摁在家里 现在比分马上只差一分了 对 就是说新队伍在反扑的时候 他不知道那个节奏 就会容易被别人偷家 也容易被别人牵制 对吧 所以他们 还是经验 也知道这个怎么去反扑可能做的 没有一些老的队伍啊 那么去细腻 是 好这边solo中央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好 是来到九个击杀 但是这边的换二是 达到了全场的一个ac1 对到我们现在呢 地理优势呢 也是我们的由九站住主盗 我们的白杀呢 是站住我们的公平 好这边选择往家里打 哎 你发现没有意义还在选择用杀一 对 其实刚才我就想说了 也是由于一个节奏太快 我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他没有去选择一把 那个手COP 对 COP 就选择那把杀鹰 这是一个老选手的一个对杀鹰的一种情怀 对 但是我感觉 咱们最近是主带嘛 情怀这些东西先放在一边 COP 确实是太变态了 对于狙击手来说 有一把COP 你胆子可以很大 因为近身我也不虚 对的 我们看这一拨又是我们的由九呢 是老老的站住主盗跟中天 也是有一个范儿的压家 我还好分杀现在也不大 看看石头 我们看冷冷又是一拨三杀 找的非常嗨啊这边 真的 冷冷跟我们的换二呢 都是有了个十三的一个击杀 对我们这边小维维 应该要调整一下了 小维维其实在我印象中 他应该是一个白杀的稳定输出点 我们看双方的主盗抢的很严重 小维维又是在主二呢 去一个双杀 所以我觉得这张地图呢 就是看那种 嗯 主盗跟中天 中天方的好不好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 对 那这边白杀也是三个人 来到了四个击杀以上 然后我们白杀又是进行了一个 五人的一个反扑 你看 白杀的一反扑就是很齐 对一波就直接出去了 你就能把我全部刷了 我不可能让你 一个个出去死 对他们做的很多 很同步 有时弄完闪了哪个位置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都会一起去出来 你这个介绍有点天上飞的地上走的 他有一个水里游的 咱们看比赛 现在牛九仍然是领先到一个五分左右的一个分差 这双方还是在一个抢主道 我也一个 我也一个 加桥的一个三杀 四杀 哦没有没有 这个血量也是由于自己血量太少了 啊难道说这边 十分 你感觉 但是不好说对吧 这还太前期了一点 现在还不好说 如果说比分错白以后我们的 呃 牛九还是能领先十分狗右那么 就 我觉得就 能赢下这场比赛了 现在目前还是不太好说 但是我敢说 哎就经过这几波的 互换 白杀这边是不敢再掉以清醒了 看冷冷的没想到发挥 哇这边选手的呐喊声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声音 现在呢是我们的牛九呢所有人都被打到了家里 现在这一波就很重要了 对维维是把鸡杂树追了上来 我们看牛九到底能用多少人去成功的反出来 对 用一波还是用两波 这个很很重要 如果说想玩的聪明一点的话就是 咱们就每个人玩自己的嘛 一换一就行 对吧 稍微打得猥琐一点 我这个都是 这个其实对一个系人对我来说很难的 对对对 因为你看这边一就是怕这样 这边出不去前天有把鸡 然后别人一直偷屁股 这很难受对军队伍来说 对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如果对于我们的牛九 军队伍来说最怕的就是那种 我被打回家了 我对不知道怎么去反出去 就被压制一波 对 咱们倒不用担心 就是这支队伍呢 在战略主道的时候 就怎么去建立优势 前面换号是在中防杀掉了solo跟维维 就是帮助牛九这边拿下中防 其实TT这张图 你拿下主刀和中防的一个点 你就会非常舒服玩起来 但是全面被压制的话 那一波是最难受的 我们看刚才也是 有九由于主刀出不去呢 也是我们的伯爷跟 扑二呢是一起抢到了中防 这波也是把对手送了出去 我们看这比分一直在五分到十分之间 白茶这边应该适当的去想想办法吧 小莫的三杀 T的双杀 这边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把这一波打过去 就是我们意义跟我们的小莫两个人 分别各自都来一个双杀 也是把主刀重新抢了回来 对 好 现在分杀来到了五分之内 现在又是我们的白沙去站住所有的一个位置 对 你看现在就是一个 诶 不知道下也被打掉了 就是这边完全不知道 就是都在整队 看这边换完又站出来一把 是秒掉了负面的两个三个 要反了这波要反了我们看 小莫被狙掉 反出来了这波反出来了 这波反出来了 不一定了 现在还是一个在一个交火的状态 这波谁赢谁就站 看看少少这波能不能顶住很关键 我们的伯爷一个压钱 好 Solo是把负面清完 哎 伯爷这波要快一点 哎呀 可惜了 伯爷真的很可惜 对 比分的也是只有一个三个人头的领先 好 Solo是打得非常嗨 毕竟作为老的白沙 就是白沙这个组队来说 Solo应该就是唯一剩下的一个了 对吧 对 特别特别老的一个选手了 像浩南啊 然后还有曾经的曾经的毕哥啊 然后林肯啊白沙是吧 都不在身边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队伍呢 是 Solo是那种最有经验的一个选手 好 段孟的主要一个双杀 这边还在火瓶还在火瓶 我们有九只顶先一个一分屏 你看白沙这边有经验的就是 他会知道什么时候 你在哪个位置是去杀人 你在哪个位置是拖时间 你在哪个位置是拖时间 对吧 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说白沙 假如说能赢下这场基金 就是说白沙这队队伍呢 要反星的话 要比我们的有九做的好很多 对 因为新队伍其实说 说真的 新队伍最难练的就是一个反反扑 然后再就是爆破迷茫的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我们看现在比分已经要过百 九十九比一百 我们永久还是领先一个 现在已经到了 我觉得是这张地图最重要的 生死攸关 对 特别重要的时期了 还在互换 还在互换 哎 哎 博野的偷家 博野这两波的偷家都是稍微水了一点 对 也是感觉有点急了 这人反超了 终于是在一百分的时候反超了比分 反超比分之后呢 白沙也是牢牢的把主刀站住 现在我们的 呃 有九呢也是选择了不拼主刀 很多人都倾行的负面尽松 看看这边能不能成功 说实话 现在新人输给 输给我们这些老人 真不是输在枪法上 输在他们 怎么说输在比赛打扫的 是的 我们看刚才 冠二又是特别优秀的 自己金融型打掉两个 配合 你的主刀队友的金融 全部都反出了 反扑了出来 你看 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其他可能 打很久的狙击手 他这个时候 不会再选择狙第二枪了 对不对 会等一个 主刀队友来帮忙 就会打得稍微慢一点 对 就是我宁愿不杀人 但是我这个位置 我得把它站住 我们看现在双方都是摆节奏 在111比110的时候 双方都把节奏慢了下来 我们看看这波 换二要进行的一个偷架 没有效果 有人带断 有人带断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 我们开枪了已经 应该是看到了 对看到了看到了 丢散光肯定是看到了 屁股人都帮我一下 在白沙人站住主刀 对 节奏非常 节奏非常的慢 现在已经 哇 但是这一波 这一波已经确定屁股是有一个了 但是维伟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边主刀的中方选择飞了 是的 也是由于我们的换二到了这种 呃到后的一个位置 然后跟队友的一个沟通 呃自己家正面人员是进行一个反扑 对 也属于呃两边打一个夹击 但是这边 我刚刚听到维伟说下去 别急这一波我带白 你看 就是老队伍对反扑 谁带高爆谁带白都会研究一些东西 对就是也 甚至于说我白是扔哪儿的 可能说我没有说大家都知道 因为因为之前的一些训练啊 你看这一波这一波我感觉 哎呀 可能是漏脚步了 我觉得可能是维伟丢了伯也心里也有数 也是伯也又是杀了一个点 伯也的一个三杀 我感觉在十分之内 接下来的十个人多之内 我们就会知道谁是谁错 我觉得很有可能比分 一直在这么胶肘的一直到140多 期待一下 其实说实话这比赛 你打到这样 已经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意料了 其实我说实话 我能有点感觉到 因为我之前也说了嘛 就是说我们的 无论是新人跟面对任何一只老队伍 他们的枪法真的是不差的 而且我们今天冷冷发挥的 是真的特别好的 就是达到了我们一个全场的 ace 32个人头 125比125 就我这一波很关键 就看这一波了 哎 我这边 反而是被偷了一波 对的又是配合我们的伯也的一个绕后 我们看看北匪的一个偷家 人被发现了 哎呀这一波有点伤 说实话 对的所有的位置都没有了 这波进中房 最后的机会 我们看还是没有进去 还是我们的有酒 算梦啊 混二老老的去站住 风风天 哇这一枪是狙掉了 哎 哎他很快选择了反扑主道 在这么 准分这么 纠结的时候 哇这一波刷屏 好致命啊 那还是领先两个人 看一下冷冷的这个战绩 三十六杠二十三 一个人挣了十三个人头 其实 刚才他们的比赛 今天来的绿豆也是 挂了二十个 白杀反超了 小梦的一个双杀也是反超两分 这样的话 这边 整整的发挥是非常给力啊 我们看现在特别关键 我们的白杀呢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残血的一个状态 对 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人头只路后两个 还是有很多残血 只要这一波打的整齐一点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机会 把比分反超 追平都行 哇 这一波还被刷的话 我感觉就走远了 人是残血 刷了一波满血 这意义又是一个双杀 配合着维维 杀两个 这一波不要让意义再扣人了 算梦仙加密公平 还有吗 没有了 我们看这一波基本上就判决定胜负了 已经决定胜负了 已经决定胜负了 小梦又是杀掉了主二个人 哎 三分 现在说不好还有三分 一膽子非常大 这就是我们的白沙战斗中拼 一个石头的空调 最后的一个三沙 是把我们的比赛是刷通了句号 这边真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有心无险 我们最后的石头这波主二的空调 也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三沙 其实那一波还是说白了 面上的问题 那一波是不可能给别人那么刷笔的 到了139比142这种比分 你中房是自己的 主要是自己的 你竟然这白沙一次性刷了三到四个人头 这是太不应该了 就是说在自己中房里有人的时候 就是说在自己中房里有人的时候